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二道佛陀世情论是所造的小乘阿比达默俱舍论 下面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戒的分类 那么戒的分类根据孟宏仁波切的课办的话有21种分类 其中我们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也就是说有间无间的差别和有对无对的差别 有间无间的差别 还有戒属于在哪一戒当中的差别 然后有路无路的差别 中共前面戒的分类当中已经讲了五种差别 那么今天讲在十八戒当中 那些是有心有死方面的差别 有无逊死方面的差别 十八戒当中那些是有心有死的 那些是无心有死的 那些是无心无死的 它这样的分类 那么这个颂词就是用这个偈颂来宣说的 寻死二者均有者即是五种十戒业 最后三戒有三种 其余诸皆无寻死 这个偈颂就是他所先讲的 刚才所讲的第六个问题已经讲了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十八戒当中哪些是有寻死的 哪些是没有寻死的 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诗经论师在颂词当中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寻死二者全部是有的呢 就是有这个有心有死 有心有死的呢 就是中共有五种这个世界 就是五种世界 前面从这个延世到最后呢 就是生世之间吧 就是延世到生世之间的 这五世呢 就是我们经常认为的这个根世 就这五种根世界呢 就是实际上是也是有心的 也是有死的 就是有心有死的 有死和寻两个都存在 就是十八戒当中 然后除了这五个十戒以外呢 就是还有十三个戒吧 那么这十三个戒呢 就是有寻死还是无寻死呢 下面也分析了 他说最后三戒有三种 就是最后三戒 最后三戒呢 就是昨天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五色戒不是有三种戒啊 就是一戒和一世和还有发戒 就是一世和一戒发戒吧 也就是说是一戒和一世戒和发戒 就是这三个戒 最后的这三个戒呢 因为他们是戒当中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最后的戒吧 比如说根里面的最后的戒呢 就是一戒 然后这个经里面最后的戒呢 就是这个发戒 然而这个世里面最后的这个世呢 就是一世 所以他最后的三个戒 最后的三个戒呢 就是有三种 哪有三种呢 一个是有寻有死和无寻有死 还有就是无寻无死 他们就是分三种 最后的这个一和发就是一世吧 这三个呢就是分三种 七月诸戒无寻死 那么七月就是刚才那个前面有五种世 就是再加上这个三种戒的话呢 就是已经八种了 其他还有那个十个那个色戒 就是十个那个色戒 就是五根五金吧 就是五根五金 那么五根五金呢 就是实际上是也没有 既没有这个讯也没有死 他字面上呢可以这样解释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这个讲那个讯事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把这个什么叫做讯 什么叫做死 这个应该清楚 就是所谓的这个讯和死的 麦彭仁波切在智智如门当中也是有 下面我们讲这个讯所的时候呢 应该是这个还要再讲 这个什么叫做这个讯呢 就是讯呢 实际上是这个讯和死呢 就是全部属于在那个讯所里面 就是它是这个 也就是说是它是这个讯所里面 就是讯所里面 讯所里面的话呢 那么什么是这个讯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讯呢 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外境的这个事物呢 就是大概的这个了知 比如说我们就是知道这里有一个瓶子 就是这叫做这个讯就是 然后什么叫做死呢 就是死呢 也就是说是能详细地了知这个事物的这个本体 麦彭仁波切在智智如门里面也是讲了 就是好像那个山那边 我都记不清楚 这个好像那边呢 就是有瓶子啊 就是这个呢 就是身为是这个讯 然后这个瓶子呢 就是到底就是上面有没有裂缝啊 这个瓶子呢 就是质量是如何啊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这个死 死的话呢 就是你对这个法呢 就是相相细细的这个了知 就是这种法呢 就称之为是这个死 就是死和讯呢 就是一个是大概就是笼统的 就是知道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样的这种认识呢 就叫做是这个讯 然后就是相相细细的就是 比如说我要知道这个弯的话呢 就是这个弯呢 就是有没有裂缝的话呢 应该我在这个相相细细地看了以后才知道是有没有裂缝 不然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知道的就是 那么详细的了知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这个死 就是所以首先呢 我们就是应该这个知道是这个 这个寻和死的它的这个本体吧 就是它实际上是 这两个都是在这个星所里面的 就是两种这个星所 那么就是刚才十八节当中的话呢 就是哪些是这个有讯事呢 它这里讲这个 这个讯事而在均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五种世界 就是五种世界 就是言是 必是 二是这个 那么这些世界的话呢 就是按照这个有始终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都是有这个讯事的 有讯事的话呢 当然我们这个眼睛看见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这个言是呢 就是无分别性的 就是这个是英明跟巨色呢 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 但是呢 它这里这个所谓的这个讯事呢 实际上是有分别和无分别都可以存在 就是我们表面上看的话呢 就是好像有分别的话呢 这样的这个讯事是合理的 但是无分别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合理呢 就是下面还是有这个宣说的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眼睛呢 就是看见这个很远的地方的话呢 就是它大概的这个已经见到的 就是然后它的这个眼尸呢 就是是大概的见到 它在这个最最见面 最近的地方去见到的话呢 它的这个事物的 详细的差别呢 就是也能这个见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的话呢 实际上是五根是呢 也有这个讯事的 当然我们分别量呢 就是更不用说了 就是通过这个眼睛 所得来的这些这个行事的话呢 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呢 就是也有讯 也有死的 就是这两种的具足呢 就是说这个五种根是 就是我们这戒里面呢 就讲这个世界吧 就是识里面讲这个根是吧 所以这五种世界呢 实际上是这个讯和死全部都有 然后它下面讲 那么这个最后三戒 最后三戒的这个分内呢 就是稍微一点复杂 就是等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这个 按照那个洛特文波的这个讲义呢 也可以这个 讲一下就是 就是因为它那个最后三戒呢 就是一个是义和法和这个义世界吧 就是根据这个自私和 还有很多讲义的观点的话呢 实际上是有三种分类 就是有三种什么分类呢 就是有逊有死和无逊有死和 还有那个无逊无死 就是这三种分类 这三种分类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和 这个欲界的众生和 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四参顶 就是四参顶当中呢就是出几率 出几率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出凤正参 那么这个出凤正参和欲界这些众生的这个 什么这个欲界和意识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寻死以外的所有的相应法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有心有死的就是 为什么叫这个有心有死呢 它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我这个这个寻和死呢 它自己呢就是不能包括这个有心有死 因为呢比如说我的这个心里面就是有心有死的话呢 我这个除了寻死以外的其他的这个相应的心呢 就是他可以有心有死 因为寻和死他自己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居足自己吧 就是这个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寻死的观察过程当中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人呢就是居足这个财产可以就是 他有这个这个财产可以 但是财产他自己居足财产呢就是人他居足人他自己本身呢 这样的这个说法在名言当中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呢他所谓的这个寻和死呢 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寻死的话呢 这个寻和死自己两个呢就是不包括就是 除了我的这个寻和死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相应这个心所里面就是 四十六个心所当中的话呢 那么就是其他的这个四十四个心所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我们是这个欲界众生吧 欲界众生的话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刚才这个一世也有这个熏死的 然后这个欲界也有熏死的 然后除了这个寻和死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四十四个心所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有的就是 所以他第一个这个第一类吧 就是有熏有死的种类呢 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讲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无熏有死 无熏有死的话呢 就一般来说是他这里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禅定吧 就是禅定的话呢 有时候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 这个六种这个净律吧 就是还有那个九种净律啊 就是八种净律啊 这个详细分类的 而总而言之的话呢 就是这个禅定呢 比如说第一净律 第一净律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第一净律就是分一个围之丁和那个 然后这个粗分增产和还有那个速生增产 就是分三个方面 就是这个粗分根据就是他对这个 就是禅定的这个胜前方面来这样分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刚才那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有熏有死呢 已经这个讲了就是 那么这个无熏有死是什么样的呢 也就是说是这个愚界的众生的和还有那个 除净律的这个粗分增产的除了这个寻 寻以外的就是寻和他的这个寻 以及呢就是粗分那个粗分那个粗分增产 就是粗分增产呢就是有这个死 就是死以外的这个所有的相依法呢 就称之为是这个无熏有死 这个叫这个无熏有死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这个无熏有死 无熏有死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粗分增产的 他的寻呢就是是那个无熏有死 因为寻他自己本身已经这个具足了 本身他具足的话呢就是 他的这个寻呢就是不算的就是 还有呢就是这个除净律的殊胜产的这个死 这个死应该这个抛开就是 为什么死抛开呢 因为那个死呢他自己本身已经具足了 那么死存在的话呢就是 是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不可能有第二个这个寻了 就是第二个死呢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呢就是就成为是这个无熏有死的 还有呢就是下面这个无熏无死的吧 就是无熏无死的话呢就像是那个 除净律的殊胜产吧就是除净律的殊胜产的时候 本来那个就是这个寻死当中的话呢就是 就是死是没有的就是只有这个 就是什么这个寻死里面的这个寻应该是没有的 这个死是存在的 在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是无熏就是寻和死 只有一个没有的话呢就是可以了 还有这个第二个净律以上的这个意识的话呢 实际上第二个净律以上呢寻和死都没有 实际上这个寻和死呢就是我们这个残顶当中 是有八种这个过患就是 这个残顶就是第四残的话呢就是远离了这个八种过患 比如说这个欲戒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忧和苦 然后这个出净律的时候呢就是有寻和这个死 第二净律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喜 就是喜爱的喜 第三净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肉和那个喜 就是呼吸的那个喜吧就是肉和喜 还有呢一个叫做是乐吧就是乐就是这些 所有的这些这个残顶的八种过患远离的话呢 就获得了第四残就是也就是说第四净律 那么第二残的这些行事和下面就是第一残里面的无寻的这个事 这些呢就称之为是无寻无死 就是有分了这三种 那么其余的十种色节的话呢全部应该安立为无寻无死吧 就是无寻无死这个呢可能这个希望你们先呢就是把这个讯和死就是指导一下 然后呢就是再分析一家就是这个最后三节呢就是在哪些当中是分这个三类就是一个是这个有寻有色和无寻有色和还有那个无寻无色就是这三个分类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就是最后三节当中分就是这个分析完了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十种色节的话是好分就是反正他们都是这个没有这个讯色的就是根也没有讯色的就是根也没有讯色 这个好懂就是下面我们从那个罗特文文的那个讲义上面就是基本上刚才已经讲了吧就是这个呢就是辩论方面也是就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大的辩论 十八节中极有寻有死在极实时延等这个无世界因为无界向外观并且呢就是粗细相应就是它那个粗的也有像这个细的也有就是粗细全部是这个相应的 还有呢就是外观就是如果不是外观的话呢就是它那个粗细都是不能这个去的 因此这个无中世呢就应该承认为是这个有寻有色的就是它粗的就是粗大的这个了知呢就是叫这个寻 然后细微的了知呢就是叫这个寻就是所以它呢就是已经这个这个寻和寻的这种法相呢就是都已经具足了就是这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说法 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最后的意和法这个意识三节存在有形有色无形有色无形无色三种就是有这个在三种 那么这个首先呢就是讲这个它就最后的三节呢已经具足在三种嘛 那么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就分析这个就是首先是讲这个有形有色 有形有色有形有色是什么样呢欲界于粗细女粗分正产的一节一时节 以及呢就是除了这个寻师以外的所有的相应法界必定是存在有形有色 就是这个寻和寻因而呢就是称为是这个有形有色 就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这个欲界和粗细女的正分正产的意和这个意识 还有呢就是寻和粗它自己要抛开不然的话呢有形有色是不可能的 这个寻和粗以外的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星所呢就是称之为是有形有色的就是 它这个节呢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讲第二个就是无形有色 就是无形有色是什么样呢 欲界于粗细女粗分正产的寻以及呢 就是除禁女粗生正产的这个寻以外的所有的相应法呢就是无形有色 就是无形有色这是第二个问题 然后下面呢就是把这个问题再次地做了一个解释 就是刚才那个无形有色呢就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做了解释 除禁女粗分正产无有第二性的这个必具释 就是这个不可能嘛 因为它自己本来已经这个具足的话呢就是再具足就是第二个不可能的 就是因此就刚才这个初开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苏生正产断除是断除是寻死而必等是有色差就是 是故无形为死无形有死也可以就是 刚才那个无形有死呢就是这个道理是成立的就是这个是 第二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第二个问题已经讲了 就刚才那个无形有死吧就是下面呢就是讲这个无形无死 就是无形无死就是无形无死是什么呢 就是除禁女殊胜正产的四差无有第二差就是 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正产的这个殊胜之产就是 他就是没有第二个这个四差了就是 所以呢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个第二个四差 然后呢就是第二几女以上的一等 就因为第二几女以上已经断除了这个寻和死吧 就是已经断除了寻与死不相应法界不具有就是 而且这个还有不相应的这些法界就是全部都是不可能具足 因为不相应的这些法界的话呢 像这个得孙啊什么这个同分啊生命啊等等这些 这些的话呢也不具有这个寻死而则 因而呢他们都是无形无色的 这是一个下面呢就是说 如果那个神域的烟灯尸色均是不相应法 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烟灯尸色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不相应法 绝对是这个无形无色 如果他这个不相应法呢就是 要这个寻死呢应该在心和心所方面 尤其是这个心所方面安利的 心所方面没有安利的话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无根和这个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无尽的话呢就不可能有这个寻和死的就是 因此这个呢就是顺畅都是没有这个寻死的 所以这个分类的话呢就是希望大家再上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下面呢就是应该是那个就是有那些这个分别和无分别的这个差别吧 就是可能这个有分别和无分别的这个差别 就刚才那个寻死方面 他这里这个这里就是安利来说的话是有一个疑问吧 就是疑问刚才不是前面讲了这个无中师呢就是有这个寻 有这个有寻的就是 那么如果有寻的话呢就是佛经当中说了就是 延世当之这些呢就是没有这个寻没有分别量 因为寻呢就是它是属于一种分别量 所以这个佛经当中已经明显地说了就是这个难道不相为吗 就是他前面呢就是有一个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实情论师呢就是马上进结之后就是在颂词里面就是对他回答的 他说是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个说的这个有分别和 我们这个在这里面这个无根实就是有分别和这两种说法呢就是完全是不同的 就是角度不同就是他那个说的这个角度不同 一般来说这个隐名当中也是互相辩论的时候呢 佛经当中呢就是有很多这个角度不同的这个说法 就是这个大家应该这个理解 我们就是不能是从一个经典里面就是说的话呢 完全都是这个作为那个就真正的这个最究竟的意义来 在这样这个一直不放的话呢就是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解释佛经的时候呢哪些是众所哪些是分所哪些是特殊的说法 哪些呢就是针对是这个什么而说的就是这些道理呢就是应该这个清楚 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编没有这个闻思修行 尤其是对移民和这个去世这些法门呢就是不懂 让一个里面就是说一句话就是认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有些经典里面说什么都不懂 有些人呢虽然知道一点但是呢就然后就根本不知道他的这个究竟的名义和暂时的这个说法 有些是正是这个针对究竟的名义而上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把它那个有这个就解释为是啊这是不究竟的啊 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也是已经这个误解了这个佛教的这个意义 有些时候呢就是它是并不是针对是这个问题 就只不过是预计上是相同但意义上是完全都是不同的 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了解 所以呢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闻思的话呢就是 尤其是这个闻思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因果啊或者是面对这个现实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也有很大的这个困难 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不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五中世呢是这个有分别的 也就是说是有这个逊世的就是有逊有逝的 有逊有逝的话呢那么这个佛经当中说是 这个五根世呢就是无分别的就是这是没有逊世的 难道这两个问题不相为吗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么痴经论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是那个我们这里这个所谓有逊世呢 就是只是自信分别念而言的 然后这个佛经当中就是说 这个言识彼识等等就是没有这个分别念呢 实际上是它是那个就是极度分别念和 碎裂分别念的角度来讲的 因此呢就是不会有什么这个矛盾和错误就是下面就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五种根世五极度一极碎裂分别念就是 他这里呢佛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他没有分别念呢就是 五种根世没有分别念的意思呢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这个有三种分别念当中呢 就是其中的这个极度分别念和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碎裂分别念呢就是不存在而已就是不存在而已 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极度分别念呢就是首先把这个极度分别念和 这个极度分别念做了一个解释就是下面呢就是 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极度分别念呢 所谓的极度呢就是这个心往外散 它是实际上是这个意识一界当中的一种这个智慧就是 它是心这个往外散的就是外面就是观察吧就是外面观察 比如说那个有些这个我看哪一个论师讲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无啊无常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 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就是 这样的这个比较粗大的分别念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极度分别念就是 也就是说是往外观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 就是智慧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极度分别念 然后随炼一切悔念那么是所谓的这个随炼是什么呢就是 就是所谓的随炼呢就是实际上是用他的这个意识来 这个心事来这个意念我以前呢就是变成这个什么样 我笑的时候是变成什么样 这些都我们经常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会议 就是所谓的这个会议 所以呢它这里的这个五根实呢就是不存在这个 一个是基督分别念就是基督分别念 往外面这个观察智慧的 这是蓝色啊这是白色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粗大的分别念也是没有的意思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意念的这种这个这个随炼分别念呢就是也不存在而已的 所以这个佛经当中的观点呢就是并不是不能这个解释的 应该是这个可以这个解释的 他这里呢就是那个佛经当中呢就是不是佛经吧就是实际论师的知识里面呢就是 他说是这个传说这个有三种这个分别念就是自信分别念和基督分别念和随炼分别念 然后那个大阿瑟尼那个加持论师他那个解释的时候呢就是实际论师所谓的这个传说两个字呢 指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宣说有始种的这个观点 因为按照有始种的观点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分别念呢就是 按理为是这个三种这个分别念 但实际上呢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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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分析五云当中呢已经这个讲了就是分析五云当中所讲的话呢 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五根实呢就是不具足这种分别念呢就是 指的是自信分别念不具足 不是就是上面的这个基督分别念和什么 这个随炼分别念不具足而已 并不是是自信分别念不具足而已就是 他这里呢比如说是这个知识里面也是有就是 知识里面实际论师他自己也说了就是 比如说一匹马的话呢就是他只有一只脚 一只脚的话呢就是人们都说是这个 因为他呢就是走路肯定不方便就是 就是马是依靠这个四只脚呢而做的 然后人们呢就是称为是这个马呢就是 没有这个脚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没有的就是 他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就是一只就是 但其他的这个善知不存在而已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延时彼时等等就是 他不具足这个分别念呢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分别念不具足 只不过是这个基督分别念 有时有时他们自己所承认的 基督分别念和随炼分别念 这个不具足而已的 因此呢就是这个实际上呢就是 这个不具足分别念的过失呢就是不存在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种说法呢就是跟那个 英明的说法是比较这个相同的 英明的说法呢就是比如说 这种这个基督分别念呢就是没有的 但是呢就是这些这个限量呢也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形式当中 他们也是属于这个自信分别念就是 他们也是经常认为是这个自信分别念就是 因此这个自信分别念当中呢 我们经常所谓的这个无分别念也是 包括在这个自信分别念就是自信分别念 因此他这里呢 这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自信分别念呢 就是变种变发行论变种变论当中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密尼菩萨变种变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那么信和信数全部这个所谓的话呢 这是这个自信分别念的角度来讲的 如果从自信分别念的角度的话呢 那么这个言识必识啊就是虽然没有明显的分别念 但所谓的无分别念全部包括在自信分别念当中 因此呢就是信论师也是根据这个意思来就是宣说 这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言识必识都说是没有分别念 有时候说这个有分别念 但有分别念是从什么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无分别念是什么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这些呢就是应该我们需要这个解释就是 无上密法里面的有些这个修行也是 有些时候说呢就是没有执著 有些时候呢有执著 而且我们这个无心的时候也是 有些时候说是心一点也没有 有些时候说是这个有心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 这个大家分析着还是至关重要 若有人问如果五中世界是有那不是以佛经所说的主比丘 有颜色了之 有颜色呢就指的是这个了之 蓝色 而并非是有蓝色之分别 他这里佛经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谓的这个颜色的话他知道这个是蓝色 这一点就是颜色是他就知道的 但是他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蓝色的这种分别念 这是蓝色的这是白色的这个很好这个不好啊等等 这些呢就是所谓这个分别念当中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刚才不是说我们这个熏识的话呢 如果不知道肯定不行吧就是 那这样呢为什么是这个佛经当中说是这个颜色呢 就是没有这个分别念 你们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颜色和二是必是等等 全部都已经具足这个熏和四就是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根色就是无有分别念的说法就是相为呢 就是这个是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那个《诗经伦斯》 颂字里面的意义呢就是对他回答的 不相为一般来说分别有自信分别念和这个基督分别念 岁量分别念三种 经中所说的无根色 无有这个经中所说的密意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密意呢就是无根色呢 就是其实它没有这个基督分别念和这个岁量分别念而已 并不是说是远离了自信分别念 就是不能远离自信分别念 自信分别念远离自信分别念 意思就是说这个无分别念也包括在这个自信分别念 就是自信分别念 那么什么是三种分别念呢 就是自信分别念在下文当中就是 还有这个在讲新说的时候呢就是广说 就是在这里不说 总而言之呢就是自信分别念 所有的有分别和无分别全部包括在里面的 这样的这个分别 分别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自信分别念 这个下文还要这个广说的 然后度记分别是指一识相依 善于外境的一种智慧 这是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当然这个无根是这个肯定没有的 善于外境可能是有的 但是它不是善 它是一种直接专注于色法当中 这不叫善 所谓的善呢就是我们认为这是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很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是不是刚才这个逊和死的法相不具足啊 这是有识宗的观点就是 按我们这个大乘的说法的话呢 我想是肯定那个延时呢 就是不一定真正的这个逊识具足 但是他们这个有识宗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应该这个承认就是他们呢 就是有这个逊识 有逊识的话呢 实际上是无分别念当中也是有这个逊识 就是这是这个有识宗的观点 因此呢为什么说那个什么这个 实际人士在自识里面说是传说传说的话呢 也是有种不太这个满意的语气在这里 随年分别念呢就是 不管在这个名言 而这个就是什么这个 而念一意入定出定一切 是这个意识相应的这个意念 就是不管是入定出定啊 意识这个能这个相应的意念呢 就是称之为叫做这个随年分别念 因此所谓刚才的无根师 已经远离了随年分别念和基督分别念 然后他没有远离自行分别念 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今天讲到这里 川上有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